黄金金条闪闪发亮 而这一公斤就要价123万元台币 在日本价格更高 不少人愿意为了它铤而走险 从台湾走私到日本 民众冒险走私 就是为了要从中赚取价差 根据了解从台湾夹带黄金到日本 平均一公斤可以赚到7万元左右 利润相当高 不过从台湾出境的旅客 要夹带金条过安解 其实也有难度 走私者大多会选在管制区内 直接交易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 光是105年4月到106年3月 台湾人走私的黄金数量 大约400公斤 每个人最少大量公斤 最多26公斤 人数更多达130人 有期待黄金你没有报 你就是记官而已 那后来就变成要罚款 他已经把这个携带 黄金进日本的话 他已经变成有行责了 由于黄金在日本属于管制品 并非违禁品 旅客夹带入境 要是被查获 也只是补缴8%的税金 和每公斤150万元的日币罚款 大约40多万元台币 黄金也不会被没收 再加上台湾离日本距离近 成本低 金条也容易脱手 很多人冒险夹带 甚至无形之中 也变成帮人洗钱的集团成员之一 目前日本正打算修法 将走私黄金 以洗钱防治的法律处理 避免日本成为台湾的黄金走私天堂 记者阿公呀麦旅景台北报道